桑把轻轻往墙上刷 大片臂癌立刻滑落 这个墙面斑驳不堪 再抬头往上看 平坏板角落因为漏水问题 有大片的水渍和发霉 屋主实在很无奈 盖了四年了 盖了四年 那他是要做什么事 他要做套房出租啊 套房出租啊 对啊 反应都没有用 我们就一直申诉一直申诉啊 走出门外原来祸首就是这栋楼 在一排三层楼的房子中 特别突出 想不注意都很难 原来他是一个大围建 明明申请的是五层楼 却一路往上盖到七楼 最上面两层还是铁皮 万一那个倒下来 那你看我们这几家 不管是倒这里倒那里都是很可怕 前阵子地震频繁 住在一旁的邻居都很担心 如果地震强度过大 这房子很可能倒下 影响其他邻居 因为拆除之后 它还有拆后重建的情形 那我们将它移送不断载案 主管机关一再强调 会强制拆除 但附近的邻居都说 申诉总是无效 盖了四年 房子还越涨越高 这夸张的违建 只要一天不拆 附近邻居的心 就没有安心的一天 自然新宿众口报道